歐盟 美英 加拿大 六方激活同時出手制裁中共新疆官員 中共隨即戰狼姿態反制裁歐洲 被歐洲政要形容是瘋老虎外交 澳洲 紐西蘭都發生挺歐洲制裁 十百名副觀察 中共進入另種模式 中共喉舌黨媒《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 在微博評論 意外泄露中共的命門 他說西方聯合制裁的內容是象徵性 沒有動到經濟貿易 如果西方在對中經貿政策形成同盟 對中共的傷害將是實質性 智庫專家王丹對歐盟制裁官員的效果保留 雖然人權問題的制裁有必要 但如果西方不在經貿上制裁牽制中共 不願付出這代價 還要經濟上合作 就不可能有效阻止中共擴張的野心 西方採取強硬的綏靖 海事綏靖 評論人桑普觀察 拜登上任兩個月 面對中共行動牛步 情勢已亮起黃燈 將出現紅燈了 他希望拜登政府能打出類似川普的組合拳 三大特點 疫情不定就是你的智力 貫徹不變是你的毅力 新唐人眼的電信 黃燈姐當中序 台灣 台北報導